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 当地有个小渔村 当地的居民习惯把垃圾往海里丢 子役志工从2010年开始 是在中华小学旁来设置了回收点 校方还邀请志工到校园里宣导环保 好辛苦 好累 好热哦 地球妈妈生病了 花剧里演的垃圾山 垃圾海 在村子里都看得到 村里的老人家很担心 石文丁是临近马六甲海峡的小渔村 没有垃圾车进村里来 处理垃圾问题大 次级在校园旁设置环保点 中华小学举办家长日 邀请志工来宣导 老师 学生更是特地上台演话剧 不再把垃圾丢进那个海里 能够做好垃圾分类的工作 能够把这个乡村变得更漂亮 竹筒岁月日捐五毛钱 也在小渔村里获得回响 少吃一些零食 少买汽水 把那些钱省下来放进竹筒里面 为什么要愿意拿竹筒 要帮助那个有困难的人 让你每天会存多少钱 五毛钱 培养感恩心 不论是对大地还是对社会 一起做好事的默契 会让渔村更加美丽 戴新闻 真善美志工余秀娟 叶朗辉 许中志 马来西亚报导